歡迎光臨 就快來當天一來的時候 她的高跟鞋大概十幾公分吧 天啊 你知道她站在伴娘的 那個站在新娘旁邊 你知道高 整整高一個頭 然後這樣子整個 整個就是一個模特兒的身材在旁邊 然後新娘就覺得自己就很 就是身材就是不如別人 就覺得自己很自卑 就哇 她身材怎麼這麼好 然後新娘就覺得 她的高跟鞋就是穿 已經穿很高可是還是不夠 那氣勢還是不夠 就壓過了 對啊 那我遇到這個是在高雄的 就是也是在南部 那種流水型的婚宴你知道嗎 通常是那種南部的流水型婚宴 是不是都是一場牌 對 因為她的面積不是大面積 她就是一條很長的長條這樣子 然後那對新人 他們有一個主題叫做童話公主風 等於說她旁邊就會 因為他們是那種透天錯出來的 那種一長條 然後他們就會輸出很多珍珠版 比如說什麼童話城堡 然後什麼小兔子什麼 就感覺很可愛 很浪漫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有跟 因為他們當天新郎跟新娘 他們全部都要穿全白的 然後他們伴郎跟伴娘 還幫那一對新人租了一匹白馬 對 好夢幻喔 因為那個篷是長的嘛 馬都好控制 對 所以要叫新郎 從最後面牽著白馬 讓新郎坐在馬上面 新娘坐在馬上面 然後牽出來 對 我聽的時候就覺得 夢幻啊 很難耶 很難耶 好不好控制 對啊 就覺得很棒啊 然後也是三對伴郎跟伴娘 就是要求他們就是 你不要穿全白 因為新郎他們都是白的 對 所以他們男的就穿可能粉藍色 然後女的穿粉紅色 結果到那個婚禮的當天 是不是說伴郎跟伴娘 要一對一對出來嘛 對 你知道嗎 第一對 因為我們坐在中間 第一對伴郎 伴郎跟伴郎出來的時候 就發現奇怪後面怎麼 就在拍手好大聲喔 然後就開始拉炮 南部都有那種準備拉炮 有沒有 就拍…叫他一拍都拍過去 都拍完了 我們都一直以為是新郎新娘出來 因為他們兩個是穿全白的 對 然後亮晶晶好漂亮喔 原來那一對伴郎跟伴娘 他們自己把它改成 自己穿全白的 然後還有亮水鑽 男生也有水鑽 西裝也有水鑽 不知道圈哪裡租的 然後三對走完了對不對 是不是要等到新郎跟新娘出來了 新郎就牽著白馬出來 然後通常都是第一道菜 就會先上 你知道嗎 第一道菜有那個烏魚子拼盤 鮑魚拼盤就拼在一大盤 那一天上面還有一隻 用紅蘿蔔做成的鳳凰 就很漂亮那種果雕這樣子 那隻馬 新郎怎麼拉都拉不動 因為他到第一桌 那隻白馬已經在吃紅蘿蔔了 他就這樣子一直吃 然後你就發現很多小朋友 什麼都會 媽媽你看有馬 好可愛喔什麼 大家都跑去拍照什麼什麼 主角是那一匹馬了 完全沒有人在理那個 因為一開始都以為 伴郎伴郎是主角了 然後馬又拉不動 好尷尬喔 然後過程新郎跟新娘 聽說新郎回去 他們拖天錯進去要換衣服的時候 就在裡面有氣窟你知道嗎 結果誰跟我策劃這個 不過新娘一開始 也覺得好像很夢幻 不過真的實施起來不是這樣子 真的喔 是可以安慰他 因為你有馬 又有鞭炮 沒出意外已經算萬事了 他已經踩他了 馬沒跑了 我從馬上摔下來我知道 馬一點點聲音 他會受驚嚇到 對 他會嚇到這樣子 這個想法也不好 對 我今年年初參加一個婚禮 因為新娘算是年紀比較大才嫁 所以就是等於說我們這一票 姐妹都沒有辦法當她的伴娘了這樣 我印象很深刻 我們那天大概七點坐在我們的位置 我們就一群人在聊天 聊… 而且我們在那之前 已經進過新娘房 也都拍完照了 我們就在聊 等開場 突然我們的群組裡面 他就是錄音 然後就說你們趕快進來 我快要氣死了 然後我們就覺得好奇怪 反正我們也在等 我們就一票又進休息室 那個休息室是 一進去就會先到新娘的休息室 然後旁邊就是伴郎伴娘這樣 然後我們進去就看她很生氣 想說什麼事 剛剛不是拍完照都還好好的 她就說你們看看我的伴娘 你們看看我的伴娘 可是因為她的伴娘 我們都不認識 我們想說那要看什麼 看什麼東西這樣 然後後來她就講 她說她有一個伴娘 就是她伴娘的衣服 都是她從網站買的禮服 所以她們都穿一模一樣 都很素雅 因為她自己也很素雅 她說有一個伴娘 堅持要戴皇冠 她就很生氣 她說有一個伴娘 堅持要戴皇冠 然後我們就有點不明就理說 戴皇冠那怎麼了 怎麼樣 什麼事 她說她怎麼可以戴皇冠 然後因為當下我們另外一個 公主子沒有一個 然後我們另外一個朋友的想法 就說那她戴髮圈是不是 她是不是戴一個亮亮的髮圈 那有什麼關係 反正衣服那麼素有什麼關係 我們就說對 有什麼關係 後來就有一個人說 好啦 她去看看 到底皇冠有什麼好生氣的這樣 然後她就一個跨步 不就到另外一個休息室嗎 她一個跨步再出來之後 她就跟我們說 真的很值得生氣 你們去看看她的皇冠 然後我們就說 我們五六個人想說 那麼誇張 然後我們就整個 妳知道她的皇冠 就是世界小姐選美的嗎 是大的 然後我們就說 那真的很誇張 有喔 有誇張 後來我們就說 那她不是髮圈 戴一個皇冠這很奇怪 後來我們就說 對啦 她確實是不適合戴 因為戴然後整體性很怪 然後我們就默默就飄出來 我們就在等 就等 開場了這樣 然後伴娘進場 那個人走第六個 她真的戴皇冠 只有她戴了那個皇冠 而且還壓軸 然後她後面就是新郎 然後後面就是新娘的爸爸接新娘 她整個是萬眾矚目 當天我看去找她拍照的人 比新娘多 她就是選美小姐 一直在跟別人拍照這樣 OK 心機啦 好 第四個是什麼 酒量差還狂喝酒 整場爆料 讓妳講話 對 因為像我鄰居就是非常 就當初她結婚的時候 她就一直在考慮 要不要找她一個 就是很容易失控的一個 洋派的女性朋友 可是因為真的人手不夠 她還是找她了 可是她就千叮零萬叮 叫她不要喝酒 因為她一喝酒就人來瘋 可是那天因為她太忙了 結果她還真的喝酒了 然後她有請樂團在台上唱歌 結果那個伴娘一喝酒之後 她就衝上台去跟樂團唱歌 她只唱歌就算了 還說唱歌沒關係 她唱完之後就跟新娘說 我要祝福妳啦 然後就開始講 然後就把她全部大學的那些行使 全部都爆料一遍 新娘當場傻癢 我趕快找人把她嫁下來 現在我鄰居到現在 我都不跟她聯絡 從婚禮都不跟她聯絡了 太神奇 對 因為其實在婚禮喝酒 鬧事其實也有很多這種案例發生 像我有一次遇到一對新人就是 因為他們那一組是有六對的 六對伴郎跟伴娘 然後因為你們在禁酒的過程 不見得六對 全部都要跟在新郎 新郎後面跟著進 那可能會找一兩個 可能自己比較熟的朋友 跟在旁邊 然後剩下的伴郎跟伴娘 就可以回到自己的圓桌 自己去繼續吃飯 然後剛好那一桌就在我隔壁 有一桌是伴郎桌在我們旁邊 不過還有加她可能 他們其他的朋友 那你就發現新郎新郎要禁酒 快要禁到他們的時候 因為有時候桌數太多的時候 你會發現要禁酒要很長的時間 甚至有些人到禁酒的時候 賓客都已經走一半了 有可能 然後那時候其實賓客已經走了 大概快有三分之一左右 沒有到完全全滿 因為大家都走了 然後禁到他們當地桌的時候 你就聽到那個有一個人就說 沒有酒了 怎麼會沒有酒 因為通常都是配一支紅酒或一個多少 不然就要去跟飯店要 然後沒有酒 怎麼會沒有酒 我就看到他自己拿那個柳橙汁的水壺 然後旁邊有冰塊就自己倒 然後就比如說可能你沒喝完 你沒喝完誰走 就自己把它加一加... 然後比如說那個紅酒 還有半瓶拿過來就加一加 就把它調成一壺你知道嗎 我最怕 他自己變成在調酒了 然後過來的時候 他已經喝到有點茫了 然後新郎新郎已經進到 他們那一桌就起來了 他說你要來喝這個 我特調什麼什麼 就開始亂講話 然後就跟新郎說 我跟你說 我跟你講 今天你娶到他真的是你好 什麼好運氣什麼 就當然講祝福當然OK 你知道嗎 維如也有來 你前女友 你看他都來祝福你了 然後又什麼時候就開始講 你看佳玟也來了 你看他才認識兩個月 算你把人家甩了什麼 就開始講 一五一十耶 對 就什麼都 就半郎就講新郎的 以前的一些話全部都講出來 然後就說你知道 我剛剛又看到比如說浩蘭什麼 他以前也是誰誰誰 就講一講 然後你知道新郎 因為他也不可能說 或在那邊發脾氣或什麼 然後你就看到新郎的臉就很臭 因為就在我們隔壁桌 然後最好笑的是親家公跟親家母 是在說什麼 就講台語 因為我那邊都參加到南部的 然後就整個臉很臭你知道嗎 所以他反而會嫁出去 對啊 沒有就是他就把 新郎的料爆得亂七八糟 甚至可能覺得是 旁邊的人就要開始 這時候旁邊就要起來 不過真的很尷尬 這個完全要控制好自己 對 我有主持過也是當司儀的一個婚禮 但是說真的這個婚禮 新郎新娘我都不熟 但是我就是被安排在 跟伴郎伴娘做一桌 就是休息吃飯的時候做一桌 然後後來就是新郎新娘 跟雙方主婚人不是要敬酒嗎 然後進到我們這一桌的時候 因為說真的 因為伴郎伴娘我都不熟 所以他們就自己聊自己的 我就是就搭著這樣子 然後我印象就有一個 伴郎帥帥的 但不知道為什麼 他應該是很能喝 他就一直喝... 然後喝到新郎新娘 就是主婚人他們來敬酒的時候 他已經是茫的 就是很茫的 然後你就想他是伴郎 那他應該是新郎的好朋友 他就開始人家遠遠 大概還有一桌 才要走過來 就中間還有一桌 他就已經開始大聲嚷嚷說 你娶到新娘你也太好運了 什麼...